1993年1月啊 那个韩国跟美国正式发布呢 他们要重新展开已经中断了一年的联合军演 这时候呢 北朝鲜呢 就以这个为借口呢 在同年3月宣布呢 他要推出他的核武器 一下子呢 这个核武的问题终于浮出了水面 这也是北朝鲜面临的第一次的核武危机 其实啊 就是在 这个朝鲜战争啊 一打金日成啊 就已经切身感受到了 他们北朝鲜管这个朝鲜战争叫625战争啊 因为是1950年6月25日嘛 人民军跨过了三八线 这个表明这个朝鲜战争开始的 所以他们呢 不管他叫朝鲜战争 不管他叫625 他呢 就通过这个战争啊 他切身的感受到 谁要是拥有核子武器 那那个心理性的那种威力啊 那就不是同日而语啊 也不是说 能够随便让人家就欺负的 应该说 那个仁川登陆啊 成功以后 不是这个联合国的军队 就一直打到了亚武江了吗 哎 这个近日城都躲到山里去了 后来也是由于中国这边军队的介入 这样呢 才开始了这个战局的逆转 当这个后退的美主力军 后来在长津湖那附近呢 把这个中国的军队给包围了以后啊 这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谣传了 说这个杜鲁门呢 要在这个满洲 或者是这个韩国的那个就是北部 也就是朝鲜半岛的北部 要投下原子弹 当时这个 中国朝鲜和这个苏联都不太相信这个谣传 就是因为得到这个情报啊 但老百姓不管啊 完了以后当时就排着队的往南跑 就避难去了 太友浩呢 也是从他的父亲和爷爷那儿啊 听来的 这就是关于这个 后来都往南韩那边跑的 这个这件这件事 家家都有啊 这个 当时所有人啊 就说要是原子弹一来啊 那全都得死 那这样的话啊 我们既然全家走不了 那至少家里得活一个儿子吧 传宗接代呀 所以啊 就是砸锅卖铁啊 或者说就是拼了命了 也得要自己的孩子赶紧往南逃 这就是当时啊 所有北朝鲜的老百姓的心声 肯定啊 应该说也不完全是为了躲原子弹了啊 也应该说很多人就已经在那个环境中 已经发现我在这待的不舒服了 没有自由了 而金玉成呢 他从这里边这个恐惧里边啊 他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 觉得呀 哎呦妈呦 你看出来了没有 其实我们这个劳动党啊 对这个老百姓的控制 根本就管不了 太松散了 人家你看拦不住啊 想走就走 所以啊 他后来那么的那个严厉 那么的严酷啊 也跟他这个切身的感受有关系 肯定后来那就没法比了 想跑门都没了 这个他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党再怎么着跟他宣传 不会往这扔原子弹的 不要跑 根本就控制不住 你也不能把所有人都给杀了吧 所以呢 只能束手无策的看着难民们啊 排着队的离去 而且呢 他也感受到了 这核武对人的威慑力太大了 看来我必须得自己有一个了 我的妈 你看给我底下老百姓吓着 我这种拿枪打顶着都不管用 人家也得要跑 53年的时候啊 3月 北朝鲜的跟苏联签订了一个核能 和平开发的 一个和平利用的一个协定 哎 建立了一个核能研究所 当时还在战争期间呢啊 等于朝鲜还一片都被炸的 就是全是废墟呢 居然金日成砸锅卖铁 也得要建核能开发 说明呢 就是金日成当时的这个决心有多么大了 可是呢 苏联啊 他是不让你这个 拥有这些技术啊 这些的啊 所以呢 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共产圈子里啊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这种核啊 只能够是苏联主导 什么技术啦 原材料啊 这个运输啊 都得归我 你不能放 而且啊 就比如说你要建个核电站啊 或者什么的啊 你那些核的废料我都得拿走 我连扎扎都不能给你留 确实不敢信啊 他也可能知道这个这个东西 让你弄了再一个年不听我的了呀 当时啊 这个北朝鲜 中国东欧好几个国家都派了自己的研究生到这个苏联 那个叫什么杜布纳 那个核研究所跑那去学 跟人家学这个核能技术 五六年的时候呢 被朝鲜是派了三十多个物理学家 主要都是从金日成那个大学啊 物理系招的学生 全都派那去到那个 去学这个核能发展技术 不过呢 每一个人啊 都接到了党的指示 就是呢 别的你们别给我这儿学那么多 主要都给我专注于 这个核武器的开发 1962年啊 这个核子动力研究所呢 在这个平安北道 有一个叫宁边的这个地方 王宫了 只是当时啊 这个朝鲜啊 他这个经济能力也不行 再加上呢 他也没有什么重的那种化工工业 哎 各方面吧 技术也不行 是钱也不行 所以呢 他当时啊 想造一个小小的原子能 的那个炉子都很困难 于是呢 就63年的时候啊 就从苏联呢 引进了一个 只供研究用的一个小型的核子反应炉 中国这时候啊 早就不看这个苏联的脸色了 就自力更生了嘛 哎 独立自主 完了就我自己开发 何能了 我不让你捏着我 凭什么呀 而这时候呢 金日成也站在了毛泽东的这一边 也觉得啊 你我们也是跟美帝国主义在斗啊 凭什么只允许你苏联一个人不占啊 这这应该是共产主义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呀 63年的10月啊 这个朝鲜劳动新闻呢 就刊登了一篇社论 专门就骂这个苏联是现代修正主义 这时候呢 也是因为 那时候是赫鲁晓夫吧 应该是哈 咱们那时候也骂的 结果呢 就苏联那边就单方面的取消了 他们之间的叫兄弟班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协议了 等于这么技术啊 经济啊 所有的合作全部都没有了 而且啊 如果你跟他要援助啊 马上就给你加好多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干预啊 还有这个经济上的施压呀 各种附加条件就来了 应该说啊 这个因为呢 中国已经大家都知道啊 他大概已经有了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技术 所以呢 那时候啊 苏联啊 美国啊 英国啊 那时候就是已经拥有核能的这些国家 不是要签一个就是核事报的一个这个大家谁也别试了啊 有一个协议 这时候呢 已经都谈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所有人就想啊 得把这中国给加进去 中国可能也有了 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没开始试报呢啊 再加上我们就是马上要成功 我们凭什么加入 你不让我试 六四年的时候呢 十月十六号 中国核子实验成功了 等于呢 也又出来了一个拥核的国家 哇 当时金日成可高兴了 你知道吗 可是很快啊 他就发现了 哎 这中国不站我这一边啊 他不向着我呀 一直到了七五年 等于这都十一年过去了啊 有一次呢 他在北京就跟这个毛泽东呢会谈 他就试探性的就问 哎 你们这个原子弹开发 你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啊 这毛泽东呢 就问了一下在座旁边的这个官僚 就说哎 人家要知道花了多少钱呢 二十亿美金 随着啊 大家又开始啊 一块喝酒啊 什么的啊 但还一看到这兄弟家 那个什么情谊嘛 其乐融融的时候 这时候啊 这个 毛毛主席呢 就特别冷静的对金日成说 哎呀 朝鲜呢就别搞什么核武了 搞做什么梦啊 我们这个啊 你看看 也不就是因为开发这核能吗 你看看 跟苏联也闹掰了 关系也僵了 啊 经济现在成这样 恶化的不行 我们死了多少人呢 对吧 你看你朝鲜那么小 你经济比我更差呀 你再弄个核武 那你不更民不聊生了吗 哎呀 那你这样的话 咱们还怎么坚守社会主义呀 要是真有这话的话 说明了当时毛泽东可能很后悔 跟苏联搞得这么僵 当然我觉得这句话啊 只是说给这个金日成听的 他一直就没想听苏联的 再一个呢 就是那边苏联地甘烂枝 这边都不带街的 是不是 嗯 其实啊 这些话摆明了呢 就是那意思 你北朝鲜就 别开发了 金日成呢 表面上呢 哼哼的啊 就给敷衍过去了 哎呀 我们不会搞核武的 但是啊 就在这个晚宴后 他不是坐火车回老家吗 直接就在火车上 就开了这个政治局会议 你们都听见了吧 都听见毛泽东对我说的话了吧 未来 咱们啊 要叫这个核武最大的敌人 不是美国 是中国 他们一定会反对我们 反到底上 我们要想发展我们的核能啊 必须夹着中国人往前走 这个夹着往前走啊 是朝鲜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哄骗和安抚的意思 哎 我掺着你 拽着你 好像是那什么扶着你似的啊 金日成跟这个毛泽东的这些事啊 很多里边的一些小故事啊 嗯 在这个朝鲜啊 各种各样的小说里边 嗯 老出现 泰友浩呢 就是很早以前啊 就看过一部小说 就讲这个核武开发呀 各种密闻什么的 上边就是这么说的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哎呀 还可以讲啊 才13分钟 多讲会儿吧 嗯 这个金日成啊 一旦知道了啊 中国没有办法再协助这个 他来开发核武了 于是呢 就回去以后啊 制定了一个严密的策略 首先呢 他们是啊 公开的开始通过中国和苏联啊 我要求你美国帮我协商 对 你们必须把这个在南韩的这些战术武器啊 撤离 或者说至少啊 你的战术核武撤离 但是他提出来这个要求以后啊 中国跟苏联啊 都反应相当的冷的 回了一句也就说 人家美国人怎么会听我们的呀 就这么草草的给倔回来 尤其是苏联啊 他肯定不敢向美国提这要求的 因为什么呢 那美国该说了 那样的话我撤行啊 你把你那个东欧那边的那个那些核武都撤了 那苏联他他本来就在那想着怎么能够让你的美国的在那边的那些东西给撤走 在那没完没了呢 我还跟你为这些小朝鲜这事我给你聊不聊 然后啊 这个金日成也知道啊 这个中国也靠不住 哎 苏联也靠不住 那咱就得自力更生 就得啊 那我就自己吧 我自己去跟南韩谈起 我单方面的我要说 推动这个让南韩撤出这个战术核武的这个计划 金日成后来啊 在这个访问那次中国以后啊 等于其实呢 就一直在那喊 我们朝鲜半岛要无核化 哎 各种各种的口号啊 完了呢 就是让你啊 别起疑 其实暗地里啊 早就开始开发他的核武了 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啊 北朝鲜呢 还跟日本签订了一个共同宣言 也是说呢 就是实现朝鲜无核化 哎 后来到了八五年吧 还主张这个叫什么 朝鲜半岛和平无核化 嗯 什么后来又一个什么叫什么 核武器禁止扩散的那个条约什么的 他都都签了 金日成啊 第二个策略呢 就是哎 让这个美国呀 跟他签一个 就是谁都不许动用核武的这么一个合作宣言 就那意思啊 你即便是你那个撤出去了 我也不信 你得保证啊 像我不许用原子弹 那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你看我坚定不说吧 你也得给我承诺 这样呢 我呢 就不开发了 其实呢 一直就没停过 这脚底下 一直在那动作 这个暗中开发这个核能啊 嗯 其实啊 要不是后来啊 这个苏联解体啊 再加上后来这个就是 伊拉克战争啊 什么的那个波斯湾战争啊 应该说其实他的这个计谋 还真的能顺利的就进行了 这个因为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波斯湾战争嘛 呃 当时美国啊 就特别怕这个核武器啊 扩散了 于是呢 就弄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叫安保协议 也就是说呢 你苏联啊 虽然是你垮台了 但是呢 你分散在那15个加盟恶魔阁的那 那些那个战术核武啊 你都得赶紧的把它集中给处理一下 哎 你不能够说这么散乱的好家伙 你你这大国我觉得还有点责任感 那几个国家我可控制不住 要么呢 你就这样都集中到俄罗斯去 完了以后呢 把他们都进行废弃处理 这项作业啊 其实确实是朝着美国的期盼的方向发展的 哎 不过呢 整个这个结束了以后啊 这美国就开始有 经历了 转过来就冲着北朝鲜 你到底有没有这首东西就开始来了 当时呢 金正日啊 那时候金正日了 就想呢 安抚美国 把它尽量拖时间嘛 所以呢 他就只要是美国一说他核武 他就说南北核弹 咱们南北谈一谈 我们愿意谈判谈判 六方会谈 六方会谈 结果呢 就是哎呀 只要是那边一说 这边就和谈 哎 老是在那啊 又签这个协议啊 那个协议的啊 全都是纸上谈兵 这纸上谈兵 我就不一一列了 就没什么意思了 嗯 其中啊 有一个就是朝鲜半岛 无核化 有一个共同宣言嘛 里边有一条啊 就是得让人家那个叫什么 核能的那个国际核能那个组织 人家要来视察 看你这项目是不是真的被废弃了 还是这个已经把它无害化了 各方面就是人家要评估嘛 这个得北朝鲜是坚决不干 说这是啊 蹂躏我主权 最后不得不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宣言上啊 就弄了一个折衷的 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视察的这项目 得由我们双方协议以后 哎 都同意 我让你哪个项目 你才能够进行 这不就跟他妈没定一样吗 是不是 反正呢 就是哎 就因为把这个视察范围缩小了啊 而且缩小到几乎就是不可能实现 或者说 没什么意义的这种 项目上了吧 结果他们那个外交部那副部长 崔宇震 还为此呢 获得了金正日的亲口表扬 为什么就是说不能够让这个联合国 这个国际核能组织 自选啊 因为呀 好像是在那个区域啊 有很多的这个政治范的收容所 另外呢 还有一些呢 是这个金家他们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地区 嗯 再一个啊 就是人家可能呢 因为这个呢 能够给你嫁好多的这个政治干涉的条件 所以金家一想 这个不能统一 等于啊 就是签了这宣言啊 跟没签差不多 一直到2018年 几乎就是任何的往前走的具体蓝图 都没定下来过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